好 陳妍剛剛看到是美國升息 美國經濟相對獨強 所以不斷的抑制通膨而升息 但是中國卻在大放水 所以全球的金融市場 處在一個很大的轉折變化 一個地球兩個世界 現在這個中國的央行跟外匯局公布 要來做金融救市23條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他最近股市 其實一直一直下跌 幾乎是無法有有效的去讓他止跌 所以他勢必要端出這個政策紅利 因為包括金融市場的部分 資本市場的部分 實體經濟的部分 他都全面的希望有方式 可以去挽救這個市場 尤其是融資方面的需求 當然2020年當時疫情剛發生 也有做過類似30條的一個政策 那這一次把比較有效的拿出來 23條 其他7條拿掉 在這當中我們看到一個 就是所謂的表外融資的部分 他走的不是實體銀行的部分 我們去統計一些信用比較不好的 貸款比較困難的 他其實在持續的下滑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今天做出租車 我做卡車的 我小企業我貸不到錢 所以他這一次特別把融通的部分 針對這些所謂表外的人士 讓他能夠有機會拿到資金 可見經濟的衝擊是很大 所以他現在也開始 準備要是已經開始釋出了 包括蘇州1696家的白名單 也就是說今天你在這個白名單裡面的 你可以優先開始復工 你可以開始這個重返你的這個行列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這麼做怎麼辦 你這個疫情的部分 我補充說明一下 剛剛跟我們連線的這位台商 是某知名的台商的台幹 那他們的公司應該在白名單中 但是他本人要被關到5月以後 沒錯 所以就會發生某些企業就算哦 他稍微解封一點 但是他的員工未必能夠來上工 對 因為你被被關的地方是 可能在你的小區 他並沒有開放 那你的工廠雖然能夠復工 可是我的人員能不能回到現場 這個也是一個考驗 那陸陸續續 因為像昆山也公布了60家無益企業 就他目前是檢查沒有染疫的 那像我們很多台廠都在裡面 但是現階段像這個友達 這個彭雙浪他特別講到 因為你全部shut down 你現在重開機 今天不是說shut down重開機 我就恢復了 整個供應鏈的中斷 然後到我恢復 你現在開放了 我可以重新啟動了 但是回到原來的正軌 他說至少要一個季度 所以並不是這麼容易 並不是那麼容易 而且他特別強調 今年上半年 這個環境不穩定的情況 還是會持續 而且剛才那個K先生 他其實講到 如果我又驗到有病毒 我又要再重新調整 這個都不是一個確定的 所以未必Q2就可以解封 搞不好Q3 搞不好到Q420大 對這個中間有很多變化 所以美國的智庫 也特別談到一個說 從消費的一個狀態 跟出口的這兩個數字 我們特別看到這個數字 持續的往下滑 那這個是不是也隱含了一個 非常危險的訊號 因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所有經濟數據 都是第一劑 那第二劑是四月份真正衝擊的 這個狀態 目前消費數字已經先掉下來 出口也先掉下來 所以第二劑有沒有可能出現 萎縮甚至衰退的情況 這個我們要特別注意 所以我剛才講的這個例子 像在唐山就這樣 本來我封了 我告訴你什麼時候我會解封 結果現在發現又有又有疫情了 他又在延長了 這種封又延長 封又延長的狀況 會不會持續 所以像這個唐山 他鋼鐵的部分 占全中國13%的一個產出 現在停了 這個部分會不會影響 我們就看到 所以各國的商會 在中國的商會 你或像美國 日本這些 他們派代表去跟官員談 你不要再這樣搞了 你讓我們恢復吧 他說OK啊 沒問題 但是我們還是要清零 意思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恢復 可以 但是我們要清零 這是鬼打牆 就是在我沒有清零之前 你不可以恢復 你要恢復OK 沒有問題 我們絕對支持你 但是要清零 所以這個部分 會不會影響到後續 整個經濟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 好 那沒辦法恢復嘛 我直接改地方吧 所以他iPhone就跟洪海講 你到你在印度 我支持你 我把訂單都轉到這邊給你 對不對 所以洪海在印度的清耐廠 他現在就增加人力需求一倍 他本來是做外銷的 他現在也讓他一部分 可以轉往這個供應 這個印度內部使用 好我們稍後回來